财政部今天发布文告 宣布政府已经在本月23号颁布宪报 从3月1号起 在2018年服务税法案 副表一所列的所有应税服务 一律需要缴纳8%的服务税 那将会受到影响的服务就包括了 像是酒店、服务型公寓、卡拉OK、按摩院 俱乐部、高尔夫球场、彩票 专业服务、快递服务、电费 还有证券经济业务等等 因为这些服务目前的服务税率都是6% 不过像是食品和饮料、电信、停车、物流 还有大部分用电量比较低的民众 服务税都将会维持在6% 为了加强国家财政基础 并带领国家经济重回正轨 政府宣布已经在本月23号 完成了2024年服务税征税率修订指令的宪保颁布 正式将服务税率从6%调涨到8% 这意味着从这个星期五3月1号开始 服务税法案付表依所列的所有应课税服务 一律需要缴纳8%的服务税 不过财政部今天发布服务税率相关细节时表示 为了保护人民日常生活免受高税率的影响 餐饮、电信、停车场和运输等关键基本服务的服务税率 将继续维持在6%的水平 财政部也强调 餐饮外送服务不会被征收服务税 信用卡和签账卡的服务税为每张25令吉 此外政府也颁布宪报 2024年服务税数字服务税修订指令 所有数字服务的服务税率也将会调高到8% 第二财政部长南多斯里阿米尔罕扎表示 政府有必要扩大税机 以重新调整和加强我国财政的基础 此外也会在支出方面更加谨慎 减少浪费和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随着调高服务税率 财政部看好可以为国库带来大约30亿令吉的额外收入 以提供人民更多的援助 改善医疗 学校和道路等 关键公共基础的设施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服务税细节 服务税的课税范围将会被扩大 尤其是同一行业内的服务 例如卡拉OK将和夜总会 舞厅 保健中心 等其他娱乐场所一样被征收8%的服务税 与此同时服务税也将扩大到金融服务中的 经济和承销服务 其他领域的经济服务 包括船舶和飞机 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等经济费 都会被征收8%的服务税 另外 每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住宅用户 也将会被征收8%的服务税 不过 国内有接近85%的住宅用户 每月用电量都不超过600千瓦时 所以大部分的国人都不会受到影响